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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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坤 經過了好幾天的生物的蒐集以後 那我們也漸漸有一點小小的生物規模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把一些管子啊 鹽片啊再加強一下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下生物囉 好那我們開始吧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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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要來放生物囉 這個 哈囉我們準備放魚囉 首先這個是我們的 大口湯禮 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跳了兩段 然後這個是比較偏淡水性一點的 河口家 所以我們就放比較偏這一邊 先比較淡水的 那他如果想要 覺得我們這個水 因為我們這個水差不多千分之七的嚴重 如果他是覺得太鹹的話 我們就讓他自己可以做和回去 我過沾一下一些條紋架架 還有乾枝草架架 阿哥很喜歡的 通常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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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T BOOT 然后后 BOOT BOOT 大隻的堂禮們 有一些是 這個是用一些 那天撈掉的 小蠻苗 跟那個漁民換的 他是用蜈蚣網去採集抓到的 那天撈掉的 我喜歡光點,因為它越明顯 所以它現在會慢慢的往那個 我們幫它最具好的上海溫泉水 我喜歡光點,因為它越明顯 這個出席物,如果有抓到一些盤圖魚類 因為它比較喜歡路上環境 然後我就會設計這樣一個環境,給它在這邊搬行 我們會定期在這邊餵一些飼料 那有這個飼料的話,它就是以後就會跟我們慢慢有所互動 它就會來這邊,這個區塊炒一些飼料來吃 那我們比自己一樣期待一下 阿根之後可以抓到 然後基本上這是有一點食物鏈的那個 因為蝦,如果糖裡生病或死掉的 會被這個蝦子當食體剪掉 那蝦子如果沒有保持一個活性在的話 也會被這些糖裡當作食物 OK,那我們現在要放的是比較大的河口蝦 為什麼叫過山蝦?就是它在路上行動的都非常快 所以過山蝦有時候其實俗名的話 就是泛指這一圈 比較河口,會碩河 能力非常強的西蝦類,掃蝦類的 不一定是要那個過山蝦類才叫 不一定是要攀石掃蝦才叫 哇,這很漂亮,你看 非常漂亮,非常雄壯威武 阿根也覺得非常喜歡 OK,很漂亮 小隻的寬掌 小隻已經有寬掌來感了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淡海水比例 差不多3比1的淡海水淨水比例 來做他們的那個內循環 好 他們都會有非常豐盛可以躲藏的環境 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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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